Hello 歡迎大家又來到鬆仔亂說 今天我想跟大家講解一下 英國的公立學校一般是如何決定修生的次序 除了Grammar School 或者是一些完全不能選擇 例如學校是不能選擇自己如何修生的學校 或者是一些私立學校 這些我們暫時不說 我們說一般公立學校 現在學校是有權自己去選擇自己學生的時候 他們是如何去排這個次序的 事不宜遲我們馬上去片 歡迎大家來到鬆仔亂說 謝謝大家 喜歡的話 記得LIKE SHARE 和Subscribe 今天要介紹的修生標準 就不適用於一些私立學校 或者一些Grammar School 甚至乎是一些Council派位的學校都不適用的 今天我們主要討論這個就叫做 Non-Selective Academy 這個Category的學校就是他們本身是公立學校 但是他們的admission process 這個入學的程序是全權交給學校本身自己負責的 其實在英國很大部分的outstanding的中小學 都是用這個模式去修生的 instead of 說你就這樣被地址Council直接派你入學校 就較為少在outstanding學校出現 一般outstanding學校都會是屬於Non-Selective Academy 一般這些Non-Selective Academy的學校 他們修生的準則通常是有四個priority 我們在以下下來的影片 就會逐一介紹他用什麼priority的標準去修學生 每一樣priority都是需要第一個priority收完 沒有多餘的 他才會跳下去第二個priority 然後第二個都收完再跳下去第三個 如此類推 就是說如果你那間學校派到priority3已經滿了的話 那priority4任何 你就算排在priority4裡面第一位都好 你都是進不了這間學校的 很視乎那間學校的修生滿不滿 即是他會在這個priority上 是怎樣去分配他的學額的 一般來說 priority1都會是留給弱勢社群的兒童 什麼為之弱勢社群的兒童呢 譬如你是需要孤兒 有forster parent去照顧那些孤兒 或者可能他是有一些學習障礙 有一些社交障礙的學生 或者是一些要領取政府去資助的一些學生 通常他們都屬於一個弱勢社群級別 他們是最優先被處理的一批學生 所以屬於priority1 英國很多漂亮的中學 Outstanding的中學 他們本身自己未必有 自己的名字就有一個小學 但有時候他們會有一些附屬的小學 在英文我們叫這些小學做feeder school 那這種feeder school其實是遞屬於這間中學 任何在這些小學畢業的學生 他們都屬於priority2 他們是在弱勢社群之後就是收他們 一般是收完這班學生 先會考慮任何那些校網 或者算你的房子和他最短距離諸如此類 一定就是收了直屬小學畢業出來的學生 好,來到校網了 即是我們英文稱為的catchment area 開始見真章了 這個catchment area是怎樣計算的呢 每一間學校都有自己畫出來的一個校網區 這個校網區不一定是和這間學校直線距離最近的地方 要檢查這個校網區 最好都是回到counsel的網頁 去調查這間學校的catchment area 究竟是屬於哪一條街才是屬於這個校網區 有時候學校很差的 每一年它都有一點點不同 有時候可能今年你那間屋是包在catchment上 明年那間屋就不在catchment上 都可以的 但問題來了 那是不是住在校網區就代表一定收硬利呢 還有會不會都有次序之分呢 答案是有的 如果你住在catchment area裡面 學校都會以他們自己的要求去劃分 究竟是收哪一個先的 例如很多的學校一般來說 在校網區首先第一件事 就是看看你有沒有兄弟姊妹在這裡讀 這個跟香港很相似的 如果你之前是阿哥阿姐在這裡讀過的話 那修理呢 如果你又住在catchment area 那就一定是修理先的 其次第二件事就是看你在catchment area裡面 跟學校成一直線的距離是多少 越短就優先次序是越前的 那在Priority 3這裡 繼兄弟姊妹那欄 有些學校那個分級數還顛到是怎樣呢 就是會分首先你直系的姐姐哥哥 然後排第二級的就是半血緣關係 就是一半跟你有親戚關係的哥哥姐姐 第三就可能是一些跟你完全沒有血緣關係 可能是你父母改嫁 或者是改娶了第二個老婆 然後帶回來的哥哥姐姐 再下來就可能是甚至乎是修養的哥哥姐姐 這樣去分的 那在這裡還分是一二三四級這樣分下去的 就是有些學校真的分得很小 那大家留意了 通常如果說哥哥姐姐在學校讀完之後 你有優先權修理 是必須要你們仍然是住在同一個地址 和你哥哥姐姐仍然在這間學校讀書的 一般來說 修生的第四個Priority 就是與學校的直線距離 這個直線距離 就會是撇除了Priority 3 才會輪到Priority 4 所以到Priority 4的時候 其實已經是選剩尾的那一堆 所以每一年 它能夠收生的範圍都會有些不同 視乎學校有沒有超收的情況 是否嚴重 即是超收的情況 是否嚴重 例如今年它可以收到 離開學校的距離 這個半徑範圍以內 可能是0.8米以內 它都能收到的 可能下一年因為它超收得太厲害 可能它是0.5米以內已經收滿了 所以如果你去到Priority 4的話 基本上都是博的 通常我會建議大家 如果你真的一定要入某一間學校 而那間學校 又是它們是non-selective academy 就像我現在講的這種情況 是一間學校自己決定 收不收學生的話 第一件事就是 上一間學校的admission 看看究竟它那個修生的Priority 是怎樣計算的 細節一點去看 每一步就是由哪一步開始計算 然後的order是怎樣 就像我剛才那樣 逐樣逐樣分下去 而另外可以去locating那個網站 去看這間學校過往修生 究竟它去到Priority 4是去到什麼距離 那你今年你就會有個普通 譬如去年去到Priority 4的0.8米這樣計算 那你今年你就知道阿森裡面的約莫 起碼都可能去到0.5、0.6米 甚至乎如果你有機會入到校網 其實你就覺得應該是安全的 因為它一定要收完Priority 3 它才會收Priority 4 那所以你在這個計算裡面 你就會知道 如果我在校網裡面的範圍住 那我的子女無論住多遠都好 只要在校網裡 都應該會比Priority 4能夠入學的 那我希望今集的節目可以幫助到一些家長 他們有一定的心理準備 知道某一些學校的修生 那個次序究竟是怎樣 從而可以及早去準備你的子女 如果想target某一些學校入讀 那就可以有一條路線給你鋪排一下 那當然我不是去鼓勵或者慫恿所有家長 都去做這件事的 不過大家都知道 天下所有的父母 都是把自己的子女放在第一位 我相信這件事 是對很多香港的家長 都是比較重視的 所以希望這條影片可以幫助大家 那如果大家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Like Share和Subscribe 記得按一下小鈴鐺 下次知道我什麼時候出片 好了 今集的時間又差不多了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